要凍人打 跟著是沉淫起身欲言又止 韓少龍馬上知道 他已經通知了貞皇后 要貞皇后逼自己陷害趙雅 但是偏要說不出口 免得暴露了他和貞皇后的關係 於是逼他說 侯爺有什麼心事儘管吩咐 趙牧於是才放開握著他肩膀的手 點一點頭 以後記住 無論任何行動 你都要先來和我商量先可以進行 千萬要設計一下 韓少龍知道他對自己依然未放心 故意飲游貞皇后向自己下命令 看看韓少龍會不會依命向他報告 答應了之後 他就說 侯爺趙雅來這裏 究竟有什麼指示呢 躲暈到趙木尷尬 本來呢 他今天 是聽了田丹的計策 再將這個 黃卓叫來史事他的忠心 現在當然沒得事了 於是唐室他說 我主要想問問你近日的情形 遲些再找你商量 韓少龍知道彼此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於是告辭而許 一回到指揮所 他馬上就找了機會 他會將和趙木見面的經過 告訴給騰逆聽 騰逆的柏案叫絕 他說 如果禁衛成為這兩股軍事的力量 都落到趙木的手裏 精王后又能聽他的命令 那他不用填單 就要操縱全局 現在我反而奇怪 趙木為何不立即落手對付孝成王呢 有精王后做內應 要毒死他 不是很難的 韓少龍說 我都覺得很奇怪 唯一的解釋就是顧忌李牧 如果孝成王忽然歸天 李牧一定會有懷疑 甚至舉兵入城對付趙木 那時候連田丹也未必敢和李牧硬拼 趙木就要好夢成空 不過我始終不相信 精王后這樣的女人 會甘心受到一個男人控制 而且 他還身負著三進合一的使命 就知道趙木是楚人派來的奸使 怎會這麼心甘情願地聽他的說話呢 鄧亦說 這種身上的深功的女人 很難以常情傳達 看他的樣子 就算笑著說話的時候 依然使得他的內心非常冰冷 或者趙木剛剛好有辦法緩束他的要求 那他就肯為趙木不顧一切了 康小龍的心一動 似乎想到一些對付精王后的辦法 但一時間 具體應該怎麼做 又未想得清楚 於是改變話題說 成防方面的情形如何 騰亦吐一口氣說 幸好趙明雄的身份發覺得早 今早他交了一份名單給我 提議各級將領的職務安排 換了以前一來對他沒什麼疑心 二來對他下面的人 他比我更加熟悉 當然要信任他的提議 現在肯定是另外一回事 康小龍暗叫 哎呀 你魂真是險 他就說 趙木不是提過一四個張領下他的人嗎 我想這個只是移兵之計 我們偏偏要重用這四個人 趙木就只要雅子食王妍又虎自己知道 騰亦柏安叫著說 雅子食王妍這個比喻真是精彩 三弟 你這個妙以連珠 難怪記才女都因你而動情 這時候 有人稟告說韓廠來找董康 兩人都知道什麼回事 會心未消 正王后出動 要派董康去對付趙雅了 於是韓小龍衝衝而去 果然 要見他的正是精王后 這個時候 他正在韓廠內府一個優靜的小軒 接見董康 還設著酒菜 精王后和他單獨相對霸展而歡 韓小龍得騰亦提醒 留心觀察 真是發現這個精王后 就算笑的時候 眼神裡面都沒有幾大變化 被人一種 一點都不投入的冰冷感覺 難道他天生日冷感的人 想起他多次向自己挑逗 但最後還是欲拒還營 他更加肯定了自己的想法 既然是這樣 趙牧又憑什麼用男人的手段來征服他呢 一想到這裏 不如順手摸在三桌裏面 韓廠交給自己的副 用來陷害紀姻賢的春藥 心即時明白了 上次跟精王后見面的時候 亦都想過用這些春藥來對付他 不過 那時候只是屬於男人的旁賞 絕對不會付諸行動 所以我覺得這樣太卑鄙 但是現在形勢逆轉 心態當然不同 原來這個精王后天生日冷感之人 趙牧就是靠用藥物來刺激起他的情慾 才跟他勾搭上 哼 自己亦都可以來這種手段 一想到這裏 他的心臟當時不受控制的劇跳起來 正王后看他的神情忽然間 有些激動的樣子誤會了他 微微一笑話 什麼我真是令你這麼緊張嗎 韓小龍即時用人家很難察覺的手法 將小小的春藥倒在自己的手裡 然後收在三袖籠裡頭 然後他才微微一笑話 正後 你今天很特別 容光換髮 風采迫人 那 正王后眼裡 顯示他一絲 漢少龍以前絕對察覺不到他嘲弄神色 但是現在心中有數 怎能瞞得過他 只見正王后手提酒壺 微微苦身向前 和他泡一杯酒 拋了他眉眼說 男人都是這樣的 看多了就不會覺得怎樣 河少龍當堂深中暗恨 知道他專門用手段來魅惑自己 但是 又吊起自己的癮 讓自己死心塔地和他辦事 但是 都是為了利用自己 偏偏不會給自己如願 他靈光一閃 即時他去酒杯 放在鼻子裡一聞 精猴針的酒 真是特别香的 接着不经意地将酒杯 移到对方视线看不到的地方 几下手势 直是将三宗龙的春药 还挖进酒杯里头 才双手举杯说 这人竟精猴一杯 竟精猴青春永住 永远到自眼前那样 名泪照人 有哪个女人不喜欢男人 这样赞自己的 精皇后也不例外 恩言举杯说 本后也祝董将军 官运昌龙 战无不成 汉少龙 故作冲毫的卡卡大笑话 精后知不知道我们的祝力 凡是对酒祝愿 一定要交被共饮 愿望才可以成真的 精皇后听到有点奇怪 什么叫交被共饮 汉少龙特意移到他身边 微微俯身向前 拿着酒杯的手伸过去 送到他身边说 就是手臂护前 各自喝了对方的酒 不剩半顶 那梦想才会变成现实 哈哈哈哈 精皇后听到 都当同发现一红 心想 这个人真是斗胆 不过如果不信他的意 会被对方看出自己对他毫无成衣 无奈之下 就堆起笑容说 小心点 本后呢 不喜欢这太猴急的男人的 哎呀 杭少龙担着捉住他 将杯酒很温柔地注射他的嘴子里头 同时都喝了他的手里面的酒 一杯喝完 杭少龙把酒杯反转地掩在茶几上面 抹了唇边的酒池 大笑着说 痛快痛快 现在我董康 国家无论是精后做什么的事 都是绝得的啦 精皇后很少喝了这么急的一杯酒 酒气上涌 当堂面上就升起两朵红瘟 他用三皱遮着面 抹干酒池 放入三皱来 立了一眼说 我好久都没喝这么急的酒了 你这个人真是 嗯 杭少龙趁机坐下 喊在他身边 这个时候最怕他忽然撩走 就回答口 说 精后 以前经常都喜欢喝喝的吗 精皇后眼中 略过一丝非常惆怅的神色 好像回忆着一些 已经发生了非常久远而令人神伤的往事 叹一口气 没出声 双眼之中 露出一些怨毒的神色 杭少龙马上想起 曾经和他有诗情的信灵君 心想 两人之间一定是恩爱成狠 如果不是 精皇后就不会有这种内人尋味的眼神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韩厂说的一半份量 可不可以起作用 也不知道自己刚才加了些春药 那些药力会何时发作 发作起上来又是怎样的呢 心怀鬼胎之下 一时间都没有声出 过了一阵 精皇后见到她 嘴巴不出声 突然冷冷的 你是不是想起第二个女人 杭少龙嚇着一跳 探高头看着她 试探着说 精皇后的真厉害 被人 的确是在想着女人 不过不是想起第二个 而是想起精皇 你呀 精皇后当堂面有一红 勒着她的眼 转转头看着窗外 不出声 杭少龙见到她 微微喘着她 臉 她开始越来越红 整个身子越来越热 直到药力的作践 在身后 否则她为什么那么容易面红呢 于是故意移到她的身后 轻轻地搭着她的肩膀 细细声闻 精皇 有你什么事呀 精皇后叹了一口气 有时我真的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为什么为了一些大不了的事 终日操劳揮力 你看看外面的树木 花草 在阳光之下无憂无缕 如果我都像她们那样 什么都不用想 那多么捨意呀 杭少龙听得不禁目睹口哀 照道你她吃春药 应该情思难禁 主动向自己求欢才是 为什么居然 有这样的感慨呢 难道韩厂给错了药自己 又或者春药已经过期无巧 然后只想想 哎呀 这样才醒水过来 知道你自己错了 因为 如果按照精皇后一向很冷感的人来说 赵木要征服她 或者用春药来刺激她的春情 这样吃得多 身体自然会生出抵抗之力 就像吸毒的人 上瘾之后要不断增加分量 这样才可以生出 能够追求到后果 但是现在自己呢 韩厂都说要一半才有效 自己还减少了分量 那现在怎么办呢 难道逼她再喝多两杯 那怎么办好啊 但在河少龙进退两难的时候 精皇突然十一声起身 当她以为这个贵妇人要忽袖而去的时候 谁知她忽然轻而欲步 来到窗前 长长地叹一口气 她又轻转身 望着河少龙 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再说 上回我们讲到 河少龙正在担心自己用少了药的份量 精皇后究竟会不会被春药刺激到起作用呢 或是完全对她无效呢 在这样想的时候 精皇后突然十一声起身 正当河少龙以为她要忽袖而去的时候 她突然走到窗边 呆呆地望着窗外日照下的花草亭借 河少龙跟了过去 仔细地看看她的侧面 她虽然面范涂孔 但是双眼之中 她是射出迷醉在世去记忆的神色忽明忽暗 沉浸在不断地涌上心头的喜怒哀乐之中 河少龙肯定 弱力正在发挥着作用 刺激了她平时心肠或压抑穴的情绪 才使她忘记了 照河少龙来 是要逼她陷害赵雅的本意 这个时候 精皇后的情形 又有些似被催眠 又或者吃了些能影响精神的药物 表现出平时 不会有的反应 自制力戒备心得大为下缸 河少龙双手揽着她肩膀 很温柔地说 精皇后在想什么呢 我恨她 河少龙听到无头无尾的这句话 突然觉得恶然 是谁开罪了精皇后 需要多喝一杯酒呢 精皇后有点不愧 不开心的时候喝酒 不是更加令人难过吗 头都没转来看她半眼 河少龙心中有鬼 谁敢得罪她 只要放开她肩膀点了点头 是呀 正所谓 臭刀断水水更流 走入仇墙 化作伤思累了 不自觉之下 她读出唐代诗先李伯传众千古的名句 不过呢 因为自己记忆有限 改静下一句 就变得不三不四 不过这几句诗 在战国时代的人来听来说 已经是觉得 是非常乱以动听 精皇后 听到这几句话 不过整个人痴呆了 臭刀断水 水更流 走入仇墙 化作伤思累 哎呀 她突然间一轮转身 雙眼寒光闪闪 钉实河少龙 河少龙 当同手脚冰冷 哎呀 自己扮着怒躁 怎能出口成章呢 但幸好 精皇后雙眼的寒光 好快就念她 叹一口气 她说 想不到你能够说出这么深刻动人的诗句 音韩又这么好听愿耳 这么多年 我仍是第一次感觉心动 说完之后 发现更加红了 河少龙心里暗暗鬆一口气 知道她刚才想起了信铃军 所以才奉目生寒 看来 信铃军当年一定伤害得她好心 所以她这么多年之后 依然未可以复远 她和赵木鬼运 说不定也得一种报复的行为 这样看韩厂勾结信铃军这件事 她应该是一点都不知情的 信铃军得到的是她的真爱 而赵木给她的可能是变态的满足和刺激 正皇后和她对望了一阵 神色就更加温柔了 同行 你这个人 真是很特别的 韩少龙于是试探着伸了手 拉着她的手 轻轻地捂摸着她的肉臂和手掌 正皇后另转身 任由自己尊贵的肉手 落在这个男子的掌握 韩少龙正想把她拉入自己的怀抱 但正皇后在这个时候 突然整身一阵 抽了一手 上眼自中 露出醒过的神色 董将军 知不知本后 有什么事 照你来什么树 韩少龙心中叫苦 哎呀 知道刚才那些春药 因为份量太少 现在药力已经过 这个女人又回复回以前的清醒 这点点头说 静皇后有什么事 直管吩咐 他人一定会使精猴身亡 当韩少龙离开了韩厂行府的时候 他即时去找赵母 怎知这个奸财 他又没有留在府内 于是 韩少龙留下说话之后 就赶回到指挥所 把事情说给藤役听 唉 这叫做始料不及 现在唯有靠兵符中的事拖主 我本来以为 如果能够挑起这个女人的春情 给个男女之肉的滋润 或者可以解开赵母对她的控制 怎知 唉 唐亦少说 他还未将陷害牙夫人的证物交给你 到那时候加重的份量就可以了 韩少龙领领头 一来 他未必再跟我这样把酒言欢 二来 我始终不惯用这种手段去对付女人 算了 我就去雅仪离开韩奸先 让他们少一个顾虑了 唐亦说 刚才纪裁女派人来通知我们 说知会了孝成王 关于他明早做回魏役国的事 照我看 他离开会引起震动和喘息 尤其是李源和龙阳君这两个人 汉少龙当然明白他的意思 李源这种自私自利不择手段的人 当然不肯放过纪裁女 而龙阳君就会怀疑 纪燕燕离开赵国的目的 就是和他汉少龙会陷 所以 纪燕燕这次走也不会是顺风顺水 藤亦又说 你不用担心燕燕的事 我早上安排拖动 刚才我派人 将田氏姐妹偷偷送去牧场 停止阿祖 就可以和周先生一起回咸阳 汉少龙担心的 那你如何应付龙阳君和李源呢 彭亦说 龙阳君绝对不敢对纪裁女动操 只会派人暗中监视 充其量 是通知魏警的将领 密切注视纪裁女的动静 只要我们不给他的人 有机会回到魏国国境 这就一切妥当 汉少龙点头清线 现在他手握兵拳 要除掉龙阳君派通风报信的人 的确是轻而易举 彭亦跟着说 按我估计 李源如果留不下纪裁女 说不定会动武 但是他怎么都不能派遣所有手下 出城去做些卑鄙的事 唯有请田丹帮手 我会趁着带一对赵兵护送 纪裁女和周先生 到了城外 再布下一个架局 让他们改道 向韩国而去 那就发现问题都解决了 汉少龙小事说 依然他不是什么弱质女流 有足够的才智和力量保护自己 这件事 我看由大哥去做 已经非常妥当 你还要监视赵明洪他们 凡是在赵明洪那种名单上的人 我们都要格外留神 唯亦说 但是有件事 现在我都想不通 就是赵木为什么要引齐兵入城呢 那只会被人抓住把柄 如果精皇后对他真的遗命是从 孝成梦一死 那权力又会落到他的手上 要除去李木和莲婆都不是那么难 更加何况 是国开城衰之流呢 照我看 他始终是差而精皇后 而你呢 只是他想利用的棋子 他真正要依靠的一定是赵明洪 而不是你这个外人 最后来 他可以冒陷是你开门去齐人入城的 甚至可以借这个机会 把田丹和李源除去 没有人比赵木更清楚 齐楚两国对三将的野心 所以 这一着 他亦是很有可能的 杭小龙沉淫一阵点头说 二哥你言之成你 赵木绝对不满意我那种独行独断的作风 不过情形很复杂 田丹李源也有瞒着赵木的阴谋 现在我们只能够兵来将党 水来拖掩 后岸一个机会 马上捉走赵木 所以现在最急事的 就是劝雅仪先离开寒丹 一切就好办得多 这个时候 突然有下人来稳告 说赵木亲自来找他 两个人都觉得恶然 藤役避开之后 侍卫就把赵木带进来 陪着他的 居然是狗围赵木巨子丹萍 还有八个汉小龙很少见的亲信高手 汉小龙就立刻认语出去 还扮到不认识地 和丹萍客气了一番 结果初回丹萍的时候 正在赵木的侯府 现在当然猜到 丹萍应该是赵木的人 丹萍比以前瘦了一点 不过眼神就更加锐利 显然 在败在一个汉小龙剑下之后 曾经潜修苦练了一段时间 不单止养好伤势 功夫还精进了不少 汉小龙看得不禁好头痛 如果有丹萍和赵木的人写身保护赵木 想要对付这个奸冊就更加困难了 三个人坐好之后 手下就送上香茶 赵木的卫兵就在四边守护 赵木干一声说 句子是本侯特别聘来对付 就叫汉小龙一人 他手下有三百徒弟 人人都武艺高强 汉小龙他不来也有志可 要不然 不需要知有命离去 汉小龙就扮得很高兴 句子有什么用得着我仲康的地方 儘管吩咐 丹萍是皮笑欲不笑地笑一笑 然后才说 自从后夜通知了本子 汉小龙会来寒淡这件事 我们就严守着各处关口 让他自投罗望 结果连他的尖都摸不到 这件事真是奇怪 不过 听到消息说 汉小龙现在的确不在咸阳 赵木的插口说 汉小龙在寒丹附近商人逃走之后 句子曾经带人一路追到魏国境内 但发现不到任何核击 所以句子估计 这个汉小龙一定将留在城内 落城之死 也必须跟他有关 汉小龙心中一想 怪不得赵木一直对自己来寒淡这件事 不是那么着急 原来有严平和他的手下 在对付自己 幸好赵木现在对自己回复信任 所以才肯让汉小龙知道严平的存在 他实在太大意了 他已经忽略了这个大仇家 严平相见面甲寒霜 我们手运在城内城外附近的山野村落 都发现不到他的踪影 为了解释 他躲在城里面 还有人包庇着他 汉小龙听到固族惊骑的 巨子的推断很有道理 不过你说哪些人最有嫌疑呢 严平看了赵木一眼才说 只有赵雅才既有能力 也有理由包庇汉小龙 那等被人手下一夜监视他 我才不信捉不到他的把柄 还说对我一个人好 原来只是拿我来过桥 暗中和旧情人似同 赵木就说 巨子都是这样推断 不过赵雅的事 巨子处理就好了 如果用你的人 一定门过赵雅的家将 严平长身而起话 洞将军失陪了 本人还有事情去做 汉小龙就陪着他向大门走去 严平细细声说 汉小龙绝对不敢狗留此地 我看他这几日 会出手对付侯爷 只要我们安排得好 谁不跌入我们的陷阱 汉小龙听到他心中叫苦 如果严平真的十二个时辰 二十四小时贴身保护赵雅 那自己的计划真的难上加难 送走严平之后 汉小龙回到赵雅身边 细细声说出了精王后 要他陷害赵雅的事 原来走走眉头说 赵雅这种淫妇 杀了他都不可惜 问题是 我始终由他推着给孝成王 所谓掀一发动全身 如果孝成王不肯将军符交给我 又或者欠了他在孝成王面前说话 导致影响我们的大计 肯也有点不谣 赵雅显然对他禁听说 把精王后的事告诉自己 感到很满意 微微的事说 何时取得兵符 何时取得兵符 何时对付赵雅 仅者利木回来之前 一定要送他归天 何时取得兵符 顾少龙一听 谎言大悟 明白赵雅的诡计 所谓闻的 即使用毒药 毒死孝成王 搞得他 因病而死 这当然是上上之计 而赵雅和精王后 应该没有办法 这么做得到 孝成王知道赵雅用弱的手段 当然不会被他这么容易得逞 所谓没有的就发动兵变强攻入皇宫 杀死孝成王 再拆立精王后的子 这条下下之责 所以那时候 他就依赖齐人做后盾 对付赶回来的李牧 赵木亚的把声说 无论文宫 他说无功 我都想好了万全之责 迟些再跟你说 这几天你见多些孝成王 他这个人是耳朵很远的 说多两句 说不定就会将调兵 遣将之权全部交给你了 听说几财女要回魏国 给龙阳军还要组 你知不知道这件事 汉小龙就扮得大气一惊 什么话 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 李元一定不肯放过这个仙女 如果他亲自出去 推别人动手动脚的 我就有藉口做低他 事后还可以推断说 他就写美人剑下 做鬼都风流了 哈哈哈哈 汉小龙想他真的目瞪口呆 这样才明白 为什么到现在孝成王 对赵木都不敢轻举妄动 这个奸责的确有他一套狠压的手段 到了夫人府咒 赵瓦将他带去那座难忘的小楼里面 汉小龙看到他双眼红肿 竟然刚刚哭过 就问他说 发生了什么事 我刚刚和王兄吵了一场 汉小龙就转到平伏下来 赵瓦先说 今早你告诉人家 精皇后和赵木暗中勾结的事 我忍不住入宫见王兄 叫他小心身边的人 谁知他还以为我说他 勾搭了国开 所以大动干火 我一气之下 就当然指责他说 你这个人呢 根本都不懂知人善勇 谁知他又说 我依然忘记不了 你这个情人汉小龙啊 汉小龙听到 哎呀 暗叫不尿 很紧张的问 那你又说到精皇后的事啊 说出来有什么用啊 又没有真凭实居 他只是以为 我冒陷他那个女人而已 汉小龙今次来 本来要劝他离开赵国 但是见到他这么凄凉的样子 怎么说得出口呢 一时真是欲异于无言 赵瓦虎笑说 这次吵得真是时候了 我刚刚回到这里 王兄的诏书就到 要我代表他去大梁 明天就立即起程 那我可以跟燕炎小姐做个盘 你去大梁干什么呀 你不怕信邻君啊 幸好还有你担心我 要不然我真的情愿自尽了 今次我去大梁 表面上是要替四公主 送给魏国的太子 代表你的善意 但其实他会做一种交易 因为陪嫁之中 指明要一份老公秘禄的临无本 龙阳君今次来 其中一个使命就是听这种婚约的 那为什么你王兄要屈服呢 他也是逼不得已 齐楚两国对他有很大压力 如果没有魏国来支持他 只是靠韩国他怎么顶得顺 他早就想派人家去 只是人家知道 你会回来的 怎么都不肯答应 现在竟然撕破面皮 他再也不理我的感受了 那你不如中途去咸阳 那你一了百了咯 我当然想啦 但这件事事关重大 我怎么都要完成这件事 才可以放心去咸阳的 那时候赵雅 再也不欠王兄任何的亲情债项 他以前都不是这样的 但是自从尼夫人惨死之后 他的脾气就越来越衰了 项少龙想起赵尼 他心就真的好像刀割一样 但是顺铃君恨你入骨 说不定会想办法害你 赵雅默然一阵 小小声说 项狼你知不知道 正后和雅儿的关系 为什么这么恶劣 项少龙听到这么一阵 是不是为了顺铃君呢 赵雅点了点头 没错 我的事 特别和顺铃君的事 我真的不想再提 但是他对我应该如情未了 如果不是他的手下 就不会在明知人家不在宫内的时候才动手 而且龙阳君亲口保证我们的安全 他会和我们一同起行 那后日你皇兄不是要为他战行吗 他又怎能够明天就走呢 你还不明白吗 他哪里信几才女真的回到大娘 所以学他借口奔丧 要和你这个绝代家人一起走 这件事几才女都还未知 小龙啊 竟然他怎么算好呢 看小龙的头发当同吓吓吓吓吓的痛 本来很简单的事 现在突然间又变得复杂无比了 几年人如果知道这件事 一定要怨死自己了 他要对付的人和事实在太多 所以自己应 job 赵雅点了一口气 一想到我们要分开一段日子 还不知道有没有再见之日 阿姨真的不想再生存下去 为什么做人要这么痛苦 汉小龙勉强压下自己的烦恼体精神 孝成王还有没有提个儿子呢 只有一个太子 虽然无论其他人怎样说个女人坏话 都动摇不了王兄 孝成王自己有没有其他兄弟 赵家很恶言地望着他过一阵才说 当然是武城均了 哎呀他的风地武城 离齐国国境之后几天的路程 快马两天就可以到了 你不是怀疑他跟田丹有勾结吗 汉小龙验识凝重他说 我始终都不信田丹怎么会这么顺探帮杖木夺权 如果我是田丹 没理由相信赵木能够重制精王后 而精王后也不会轻易除去支撑着赵国的两大名将 所以 只要说得对武城均 他少去借此机会 一下子将赵木精王后太子全部杀了 再将责任退在赵木身上 由借武城均的手 害死李木莲婆 那你们带赵 就是他齐国的郎中之物了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他一定要首先想办法 将我除去 以他的精明利害 谁都不会相信我肯为他卖命的 照项一想 当堂面写一扁 少龙你这番话很有道理 我这个兄长的确是见利忘义 利欲分心的余患之徒 那怎么算好呢 不管这件事是真是假 田丹也要冒陷你 那我就可以冒陷他 千万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 我有把握应付 现在你拋开一切 明天乖乖离开这里先 尽量留在大陵等我消息 千万不要回来 那今晚 你不陪我了 那日方想 这几天是成功的关键 我不想因为响乐而影响了我们的事 你知不知道暗中有人在监视你 于是又将严平的事说出来 安慰他入饭之后 马上要入宫见孝成王 各位 汉少龙知道 你一晚见孝成王 真是自己成功的关键 那后事如何呢 我们明天再讲 上回我们讲到 这边 汉少龙马上入宫见孝成王 怎知一进到皇宫之后 内事臣说孝成王身体不适 已经回到后宫休息 汉少龙将他心一弯 索性去见精王后 突然间 他已经醒到 你一次在寒丹之战的成败 已经全部都绑在这个 赵国皇后的身上 而他居然是这么狡猾狠毒 真是呢 令你都不寒而乐 精王后在御花园的幽静小楼上接见了他 一坐下 汉少龙就说 那夫人告诉我 明天他要出事大量 所以 如果皇后要想办法对付他 今晚就唯一的机会 我只找个手 就要去他夫人府的行事 精王后 你预备好精密的嘛 精王后眼中显过很狠毒的神色 犹豫一阵 叹一口气说 算他好彩 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汉少龙听到他心一想 知你精王后 与赵木之间 一定有些很隐蔽有效的联络方法 所以才这么快知道事情有了变化 他心里面 在想着应该怎样才能点醒他 关于武城关这个可能性的时候 精王后突然淒言一叹 走入愁畅 化作伤思泪 我今天不断地想着这个句子 什么都提不起精神 汉少龙听到 心突然明白了 啊 这位赵国皇后 原来心情里面 他是这么凄苦的 他嫁入赵国成为皇后 本来是负有洗三进和平合一的使命 而他呢 也很争气地 为赵人生下了为一的太子 一切本来应该非常圆满美好 但是问题他又出在孝城皇身上 因为孝城皇对男人的爱好 所以冷落了他 而精王后这个人 绝对不是一个人当的女人 虽然孝城皇不得空管他 但他依然规行举报 过着宫廷寂寞的生活 这种女人 往往一旦用情 被那些惯于欧三踏舌的女人 更加一发不可收拾 而使他动了真情的 他说是孙宁军 孙宁军可能是恩利成殿 奉长作兄 也含有政治的目的 所以要敷衍他 而孙宁军真正喜欢的人 他是赵雅 当精王后发现这件事之后 遭受到现在都未能够复原过来的打击和创伤 而赵木就抠准这个机会 凭借着孝城皇沉迷于各种性游戏的方便 凭借着各种药物刺激 激起了他的春情 使他沉溺其中自暴自弃 禁于为赵木所用 精王后本身 对孝城皇也有好心的怨恨 再加上他自己也是个有野心的人 种种的利害和微妙之间的男女关系 使他与赵木互相勾结 同流合乎 他也不可以否认 赵木是一个很有吸引的男人 对男对女都有一套 如果不是 赵雅也不会因为 在外上自己之余 依然忍受不到赵木的引诱挑逗 如果他向少龙 能够将精王后争取过来 赵木唯一在宫内的凭借就没有了 要布局了他也容易得多 想到这里 不如只能叹一口气 在这个时代 你想安然快乐地生存 真的要不择手段 无所不用其极 精王后突然看着他说 你还要叹气 河少龙想到自己要不择手段的心事 一时之间意气消熟 我都不知道 你个人都挺坦白的 两个人沉默下来 大家都不肯出声 看着对方一阵之后 精王后有些抵抵不住 河少龙卓尔的眼神 低低头说 你真的肯听我的命令 去无陷赵雅 你不是喜欢他的吗 你们的男人 不是都喜欢这种 好识地在床上 讨好你们的女人的吗 河少龙很明白他的心态 于是 行显一搏说 要懂我的含害无敌 本人真是不屑为之 宁愿压剑杀了他 干净微露 除了事后逃出寒丹 以报答精王后的提拔恩情 精王后听到整个人一阵 向他望过来 双眼之中 闪动着非常灵丽的神色 冷言说 你够胆不遵从本后之命的行事 河少龙起的时候 耳油济缸又叹一口气 我同行 已经用事业或计生命 都送给精王后 你难道更不满意吗 精王后和牙夫人之间 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我和他的恩怨 哪一世你来过问 轮到你来过问呢 见到精王后不再指责自己抗命的事 河少龙知道他的口气虽然硬 但实际的人已经软化下来了 这阵子已经是世成骑苦了 如果不用非常手段制服他 后果如何 很难预料 只是看赵雅就知道 这种生长的深功的女人是非常难以揣托的 在这阵子的时候 精王后突然下轴客令 如果没有其他事 董将军你走啦 你知不知道大祸已经迫在眉睫啊 精王后整身震了震 但是跟着冷笑着说 董将军你如果危言耸听 我绝对不会遥干你 河少龙很潇洒地耸一耸 博求豪不在乎 如果是真是这样 那请示被人收藏求先说话 由今天开始 董某再不欠精王后任何东西 精王后如果要取被人之命 只管动手啦 精王后一听 沃然大怒 好胆 他已经敢用这种态度 跟本后说话 信不信我马上派人将你们勾出来 康小龙突然间一转身 上眼之间善出凌厉的眼神 大声说 同康重灵将生死败在心头 也都绝对不是任人如玉之居 我如果未讨你欢心 每着良心说几句偎尊的说话 轻而易举 但是董某压谁都可以 他不想压对我轻来又加的精王后 所以先说出自己的废苦之言 但是这样 原来只管来精王后的不满 算了 你个成手我不做都算了 初事总议为 可以为精王后做的事 可惜事与愿违 我现在要去见大王 教出兵符 寒丹的事 我不想再来 我记得精王后几时被人顶撞 惊怪过 一时间目瞪口哀 但见到一个慷慨陈慈的霸道气势 她心里远 帮着面说 好吧 看你这么理直气壮 那便将所谓的废苦之言说出来 本后 洗耳恭敬 汉少龙一听 当和心中暗起 适可而止 这样 叹一口气势 现在被人心灰意冷 什么都不想说了 精王后你叫人来 我绝对不反抗 精王后恶言了一阵 为了她身前 仔细看着她一阵 才叹一口气 她说 为何你要对人发这么大脾气 就算你不理自己的生死 都要为跟你来寒丹的族人着想 以下犯上 大王都保你不住 汉少龙知道现在忽眼忽远 他已经整个人软化 于是眼中射出款款心情 拎拎头说 我都不知道为何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我只是觉得 如果被精王后误会 那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你不用解释了 我明白的 她拎的手轻轻的苦摸着 汉少龙的胸膛 感受到她那对尊贵的手的温柔苦摸 汉少龙都感到一阵刺激 舒服到眉上眼睛 那谁啊 正当然 Bog家千万不要这样啊 不然被人忍不住 那就打扮你嘛 哼 听像刚再恶到 officers尿证 他们现在又沾咤嘎双成凶 哎呀 項少龍等這個機會都不知等了多久 感覺上已經有幾個世紀那麼長 一見到他已經變成溫柔如水的點中客氣 略大粗暴地一手把他抱緊 重重地問在他鄉純之上 禎皇后又怎能猜到他這麼狂野大膽 還以為他像以前那麼規矩想掙扎的時候 誰知一下子已經迷失在男人的魅力和侵犯之下 項少龍熱熱痛問著他 一對手在他的背上肆無忌憚地活動 抱得他幾乎吵不過氣 只有打破了男女間的格闊 他才有機會減低趙穆對他控制 這樣有點像和趙穆的關係 這些公平的嬌貴婦女什麼都不決 但是正是因為物質太過豐足 如果不是感覺到心靈的空虛 如果自己在這部分能夠彌補他的血瓶 或者征服了他的方心的話 這樣做起事上來 當堂不同了 雖然這樣做似乎有些欺騙人家感情的成份 但是這是另一個的戰場 現在就不顧得那麼多 可言在他的熱吻之下 精王后異別地反應 降少龍呢 亦都欲火大勝 但是 亦都知道精王后因為精神飽受創傷 不可以操之過急 於是 趁大家呢 在激吻之下 都要喘一口氣的空氣 他細細聲說一句話 精王后 你知不知道武成軍和田丹趙牧是有勾結的呢 精王后當堂好像被一盆爛水淋了下頭那樣 整個人醒醒 因為 他的確是和趙牧互相勾結 但是呢 他看準的是 趙牧如果殺了孝成王 如果不依靠自己 就很難把持趙國朝貞 所以他本來呢 就想著怎麼都不用怕 趙牧會對自己不利的 現在突然聽到 降少龍這樣說 當堂射去人驚醒了 如果趙牧和田丹 是有武成軍後面撐腰 那自己和他的兒子就變得毫無利用價值 玉下手還會有殺身之禍 想著趙牧的狠毒 田丹的陰險 他當堂整個人 立刻就清醒了 重新考慮他現在的形勢 當他聽完了 漢少龍一半的分析 一半的推斷 還有一半的誇大支持之後 雖然 還是對漢少龍的說話信得十足十 但是呢 對趙牧亦都心懼戒心 馬上就命令這個董康 將這一切仔細查明 然後馬上向他品告 當漢少龍匆匆趕回指揮所的時候 京進也在城外趕回禮職 在議事廳那裡物議 彭亦的面色非常嚴重 一見到他回來就說 三提 你先聽小進的報告 京進很興奮地拿了一卷白書 攤開茶櫃上面 指定上面有文字有圖影 畫著齊軍報營的形勢 雖然簡陋了一些 但是哪處是高山哪處是樹林 都能夠使人一目瞭然 彭亦仔細看了一下齊軍報營的情形之後 就說 彈楚不過是齊國名將 你只看他依靠背後的高山 分兩處高地紮營 就知道他有真材實學 責營一定有水源 現在他們霸著源頭 又有草地 可以被箭馬食中 如果在樹林中有適當的布置 就算軍力給他們強幾倍 要攻陷他們的營地都非常困難 營邊的亂術隊 作用就更加大 可攻可守 彈楚不簡單 看來 我們千萬不能輕敵 漢小龍就說 那有沒有發現他們掘地道那類的東西呢 京俊就說 這樣也沒有 不過我問過附近的獵民 他們說營後那座山 叫做背風山 剛剛好擋著北邊催來的冷風 紮營的地方 也有個深入山內的天然石棟 出口 就在山邊一個墨林樹 我摸到那裡一看 果然有齊人在防守 難怪附近一些召兵都會毫無所覺 原來他們利用這個天然石棟 到時候一定在那裏作地道 藤亦指著北邊的墨林說 是不是你的樹 你進去樹林看過沒有 沒錯 就是這個地方 這片樹林連連十幾里 一直到來寒丹城西五里遠近的地方 如果不知道這裏有個動月的事 被人來到城邊都不會知道 漢少龍長身而起說 來 我們一起去城牆那裏看看 這就勝過紙上談兵 三個人即時登上北邊的城牆 在哨樓裡仔細觀察外邊的情況 這個時候 負責這裏的副將陳昔連王趕過禮 聽後吩咐 漢少龍扮到若無其事地巡視一番 找個藉口 叫陳昔走開 然後呢 小小聲對他兩個人說 如果只是靠內奸開門入閃 始終有點不妥當 因為 城衛部隊裏面大部分的人 都是很忠心 加上齊人只是一萬人 兵力上始終稍嚴薄弱 萬幾人這樣逼進來 既免失事 也會惹得城外的駐軍來的內外夾擊 對齊軍更加不妙 所以 他們一定會有秘密潛入城外的方法 那時候 只要穩守幾個戰略的據點 再攻入皇宮 寒丹就會在田丹的控制之下 那時候 藤彥怎麼點頭說 三弟你講得很有道理 強來 一定會激起韓丹軍民義憤 誓死抵抗 到時候 萬幾齊軍 不可以套什麼好的 京進說 如果我是田丹 就會派手下扮成趙人 換上禁衛軍的服飾 那時候 只要配合趙木 說國開城衰起兵半邊 再由趙木和精王后出來 鎮住大谷 孝城王又死了 他們又以為三哥是他們的人 哼 那城內 還有誰敢不聽話 藤彥當堂現實一變 韓少龍看著城外 那一片密密的樹林 田丹不會蠢到熱心地 幫趙木育成好事 也不會幫精王后 更加不信我這個董馬痴 我想 在大家都不提防他情形之下 城外的駐軍 又不可以回防 他的確有控制大國的本領 冰心散亂之下 再加上 邯丹成衛佔了一半是老弱殘兵 根本又沒有頑抗之力 藤彥酒就有眉頭說 但他憑什麼可以長期佔領邯呢 李牧一回來又怎麼放過他呢 韓少龍這個時候先把武成軍的猜測說出來 他說 他如果控制了寒丹 跟著就會捧武成軍出頭 只要由他帶著手下 和齊人假扮趙軍 當成是勤王之師 殺了趙木 還可以振振有恥 將殺死孝成王、精王后和太子的事 全部推在趙木身上 就算李牧回來 但是武成軍早就登上皇位 又要齊國坐過在背後撐腰 李牧都很難有所作為 如果趙國外勸 田丹就出師有名 到時候索性帶大軍來攻城見地 那時候 廉婆又被燕仁牽制 李牧獨力難知 滅亡趙國的諸非難事 那田丹 所以完成他的夢想 藤役當堂吸了一口冷氣 哎呀 幸好我們補出其中的關鍵 如果不是一定要一敗徒弟 到了深徒地府都不知道是甚麼回事 他回頭 指著城內的一座建築物說 這個是城北的城衛所 是趙明豪的大檳營 如果我猜得沒錯 裏面一定有一條通向城外的地道 我想 不如由小俊負責探查清楚 出入他的所在 那軍府拿到手 我們就可以掌握主動 項小龍一拍腰間 一言說 軍府召書 不能在這裏 讓我們秘密地調兵顯仗 和田丹照一缺癡紅 說不定 他們今晚又要動手 藤彥領領頭說 我看地道還在日夜管弓之中 尤其挖地道的時候 一定要非常小心 不可以搞出甚麼聲響 免得欲蓄不達 所以 只要準確計算出地道員工的日子 就可以把握他們動手的時間 京俊突然說 小心點 有人為了 跟著 趙鴻明把聲 已經在背後響起 末將參見成首 不知道他成首 在這裏有甚麼貴幹 要末將做了甚麼呢 漢蕭龍燒出話 呵呵 沒事 大王剛把軍符交給我 重任在堅 所以末將四位巡視一下 有事 我會叫你 跟著 聽了兩句閒聊 於是 又將城房調動之宅的交給藤影 就和京俊離開 一落城 京俊就趁黑去查探地道的事 而漢蕭龍馬上趕去韓廠的營地 和貞皇后見面 現在大家都和時間競賽 哪個做一步報好陷阱 哪一邊就可以得勝 這次韓廠沒有將他帶入內窄 又是穿過左邊的花園 經過後院 順寧軍手下藏身的那個糧倉 來到一間好像放雜物的小屋前邊 韓廠笑一笑 進去之後 董將軍自然會明白一切 韓小龍正是覺得奇怪 打到門一看 只見裡面有幾個人已經站著 貞皇后就在其中 四面 都在他的親信侍衛 和韓廠的心腹手下 只見在燈火照耀之下 一個昏迷不醒 滿身血污的人 被人吊著雙手 吊在屋裡頭 那臉上的傷痕呂呂 身體上有消瘦的痕跡 顯然就剛剛被人撕過酷影 精皇后頭都不轉轉 冷冷地說 除了後爺和董將軍之外 其他人全部跟我退出去 其他人紛紛離開 精皇后說 董將軍知道他是誰 韓小龍走到他身影領領頭 你怪不得人 韓廠的插口說 他就是武城軍的家長 前日剛剛到達韓丹 押入被國中來駐做兵器的同行 韓小龍當場仿然大悟 即是說 但聞到什麼出來 他心裡都啪啪聲地跳 如果這個人死口不認 就糟糕了 誰知精皇后 嘆一口氣說 董將軍你說得沒錯 武城軍這個蠢才 真是不知自愛 勾結田丹 準備真謀作犯 韓小龍當場暗中疏淡起 看來自己真是好運氣 這麼都猜到 韓廠說 開始他還死口不認 後來我們騙他說 有人親眼在齊仁的營地那裡見到武城軍 他這麼才招攻 韓小龍聽到這句話更加放心 走走眉頭說 我們敢捉捉他們的人 不怕打草驚蛇嗎 他不知道還有沒有其他的蟲蟲呢 精皇后轉頭看著他說 他說 放心 我們會安排到 他好像林鄭退縮 不敢參加叛變 偷偷撩走的 董匡 本匡以後應該怎麼做呢 換 乘家 乘家 遊家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